从前的泡面呢 香脚与正餐是非常便宜的 但是现在一包干拌面呢 动不动就四十五十六十 我们现在要教大家在家里试着做做看 挑自己喜欢的 比如说官庙面啊 或者各式各样的面条都是可以的 再来呢就是调酱料 我们今天用的是黄飞红花生酱 它是微微的辣微微的麻 而且最重要它有花生颗粒 所以我们挑这个 把花生酱当作主要的基底 接着呢就清冰箱了 看冰箱有什么料 我们就放什么料 比如说冰箱有蚝油 放一点蚝油 有豆腐乳放一点豆腐乳 有沙茶酱放一点沙茶酱 蒜蓉酱也很棒 这四种酱呢是冰箱常常见到的 然后呢用开水先把酱调匀之后 把煮好的面放下去拌就可以了 这个花生酱大概用一匙就足够了 整外面就非常好吃 那这样做起来的价格呢 大概就是买的三分之一不到 真的很便宜 大家可以在家里试试看 甚至于比外面的更好吃 无论是面包水饺 或者是煎蛋想炒个饭 放这个花生酱都意想不到的效果 杨桃比较少推荐酱料类的东西 推荐这个酱一定有它的道理 因为它很好吃 放在刚刚吃着 但这里比较少了 就像是